今天的話我們是第六次上課 那上一次上課的話 第五次上課 那主要重點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我們主要是延續那個台北市政府的那個 台北市的那個住宅切到的那個範例 那只是換一個 那重點應該就是延伸到那個畫圖部分 那畫圖部分的話呢 在那個台北市的住宅切到我們畫了三種圖 有沒有 那可是都畫在不同的工作表裡面 所以一個工作表畫一個圖 那上一次的那個範例我們把那個資料 改成就是外匯 就是那個外幣的匯率歷史資料 那這個資料呢也是來自於開放資料 所以你們找一下那個 我記得好像我是抓CSV 最常被使用到的資料 排序下來的結果 那裡面的話呢 我就第一個當然一樣把它爬下來 那怎麼爬比較簡單喔 其實在那個 Essale裡面喔 那個他有蠻多方法的 那目前看起來好像 Quality Table的程式最精簡 OK 那可是問題喔 Quality Table其實對於那個Essale來說 是舊版本才有喔 我看一下他Essale 2013以前才有Quality Table 那2013以後喔 他就改了一個物件 叫 Power Query 那個Power Query 其實跟那個Power BI有沒有 其實是一樣的物件 所以喔 那個Power BI裡面用的那個Power Query 跟Essale裡面新的版本 是一樣的東西 OK齁 那你說到底有什麼差別 我是覺得那個Quality Table 好處是他非常精簡 他就直接把資料抓下來 就是呈現放在Essale 就OK了 但是Power Query 他比較麻煩 他就是先把資料先放在一個暫存區 就是他有一個Power Query的一個 類似像他一個暫存的資料表 然後等到處理完之後 再丟回到Essale 所以喔 程式寫完之後 哇會非常融場 所以假如說你們是用 比較新的版本 2016以後的版本 你也可以錄製聚集 他其實裡面有一個功能 如果在Essale裡面你們打開 你會看到這個要啟用聚集 還有一點 記得喔 因為上禮拜有同學 上禮拜有同學問問 就是那個好像 他的程式不見喔 那特別注意呢 如果你的程式喔 假如有沒有 這邊要啟用內容 假如你沒有存檔 存成啟用聚集回規部喔 你的VBA跟聚集會全部消失 而且救不回來 OK所以這一點非常重要 那如果你存成啟用聚集 活躍部的話 那上方 當你第一次開啟的時候 就下一次開啟的時候 他會問你說 你要不要啟用內容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喔 這個程式VBA 其實還是有一點危險性 比如說之前有發生過 那個聚集病毒的問題 所以他會警告一下 這個東西是不是你確定OK的 OK再打開 因為你如果啟用內容之後喔 那你的程式就可以work 可是你說老師那我不按怎麼辦 會不會什麼不一樣 如果你沒按喔 你將來按這個按鈕喔 它會出現這樣子 有沒有 無法執行聚集 也就是如果下一次喔 假如你們遇到喔 欸老師為什麼無法執行聚集 有可能你把它關掉 你沒有把它啟用 那怎麼辦 很簡單啦 你就是喔 如果按下去一直跳這個畫面喔 有兩種可能 一個是你沒按上面那個 一個是你存錯檔了 一個是你存錯檔了 因為你如果存成那個喔 沒有啟用聚集的活躍部喔 那你的聚集和VBA程式 就會全部消失喔 因為他把它刪掉了 所以呢 救不回來了 那怎麼辦 你變成你要重寫喔 所以這個蠻要注意的喔 因為之前有同學真的存錯檔 那檔案就不見了 也救不回來 這個案跟各位講一下喔 所以喔如果你假設 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這邊啟用內容 那你就可以work了 OK 記得喔 這個地方有個另存新檔有沒有 記得瀏覽的時候喔 把它存成啟用聚集的活躍部 所以以後啦 然後你擔心 存錯檔喔 不然你就存 你就剛開始就把它存成啟用聚集 那這樣就OK了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裡面還沒寫 寫聚集或VBA 有沒有影響 今天沒什麼影響啦 就是說他未來假設有存檔 那就比較安全一點喔 你不要說存這個檔 如果你存這個檔儲存 我跟各位講喔 你裡面的城市就全部消失了 按鈕會在 但是裡面城市就找不到了 OK 可能要注意一下喔 那我們上個禮拜主要喔 上次上課 主要是針對幾個重點喔 第一個我們把它回顧一下 主要是針對什麼呢 下載VBA的範本 那這個範本我前面講過啦 其實主要就兩個參數要改 那那個部分 我剛剛講用那個一個物件 叫 Query Table 當然其實還有像 Power Query 其實你說老師他有沒有別的 其實有啦 其實你說要下載 資料的物件喔 其實很多個 那只是說我先挑一個 大家覺得最簡單的一個程式 給各位 你說老師那可是坊間啊 或者是說用 ChargeGPT 給的好像不太一樣 對 他用什麼 XML的那個 HTTP的一個一個物件 那你說那個物件 也OK啦 只是說他的程式喔 比較複雜 他就不像說 Query Table 你只要給一個連結 然後給一個編碼 他就自動幫你下載下來了 我覺得會麻煩很多啦 當然你要寫程式 沒有人說想要找一個麻煩的 找一個複雜的 一定是找一個簡單的 找一個好操作的 OK齁 所以目前來看 假設是CSV的連結 那其實用Query Table我覺得是很OK的 那這個物件呢 在新的版本就沒有了 OK齁 那我這個範本是從舊的延伸過來 所以新舊版本都會兼容 OK這個部分呢 可能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然後我們把資料下載之後 接下來就做第二件事 所以喔 我們上一次好像寫第一個程式是 如何下載VBA 那下載VBA的程式部分的話 其實在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二個 所以應該是一個兩個這個OK 然後呢其實我們是先怎麼樣 先把這個 這個是最後的結果啦 所以這邊有很多按鈕 我試一下 我們大概將來目標 就是一個一個把按鈕程式給寫出來 那這個的話是網址 就是在政府的開放資料裡面 有個每日外幣參考匯率 OK齁 然後當然你可以去把連結抓下來 然後當然我們直接用cretable 我剛剛講 cretable的程式是這一段 那這個是一個範本 主要是增加兩個地方的變化 第一個就是把那個什麼呢 把我們的那個找到的那個網址 要記得放在test分號的後面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這個地方有個什麼 test的什麼 testfile的那個platform 用後面加一個編碼方式 那還記得吧 如果是big5的話是950 如果是UT28就是65001 如果還有別的齁 還有方法 應該其實我是利用什麼方法 利用那個 我們這個資料裡面的那個 應該是從文字檔這邊吧 OK 然後你就可以去找csb 把它錄製下來其實齁 他也會得到用cretable 但是如果你用新版 他錄下來就是powercretable 他動作相對比較複雜一些些 那我們先用簡單齁 所以這個程式就這一段 所以上一次上課第一段 範本在這裡 OK 然後呢我們就把資料抓下來 可是抓下來之後呢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他的那個 他的什麼呢 他的那個 我先把它run一下 所以這一段程式基本上 我這邊已經寫一個匯率下載 那如果我要看裡面的程式 我習慣按右鍵 指定聚集 這邊有個編輯 他會跳那個video basic 有沒有跳出來 告訴我說程式在哪邊 那我習慣把它放大 在這邊 那另外姿態小 我把它工具選項 拽寫風格 把它至少再放大一下 大概到至少12號字吧 12號感覺還是有點小 感覺14號 可以拽寫風格啦 這個看看個人啦 那你說老師這已經太 我看得很 很清楚那不用改啦 不過他預設9號是太小了 所以基本上 我們在改的地方 主要是什麼 這個地方的連結 還有這個地方的編碼 至於這個細節 請各位看那個 上次上課影片 我就不贅述了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說 這個修正日期 所以我先run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呢 我習慣是把它浮動在上面 所以你會發現我這個VBA 習慣把它縮小 浮在上面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後面的狀態 如果你假設沒有浮在上面 你遮住喔 有同學就一執行 看不到後面 你就不知道說後面 其實已經有執行了 然後就以為好像還沒動 OK 那執行看看 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我們來看一下喔 執行 他會先資料舊的先刪掉 然後連到那個 這個應該是奇交所還哪裡吧 然後呢 把資料給下載下來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匯率資料就下來 但是呢 這邊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畫折線圖的時候 因為折線圖的橫軸 他是一個標 如果你不是標準日期的話 他會亂掉 因為他不知道這個順序怎麼安排 所以最後我們有再修正那個日期部分 還記得吧 這個地方 那我修正的方法是 在年月 日中間加斜線 所以喔 如果用VBA來說 他你可以用Excel 用Excel的方式 比較麻煩 所以我後來寫了一個程式 就是在程式的中間 把前面的四個字抓出來 串一個什麼 串一個斜線 有沒有 然後再把月 月的部分抓出來 就MID 然後一樣喔 再串一個斜線 然後在日的部分串斜線 那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結果給分別做出來 就按F8 我習慣中段點 配合F8 有沒有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第一個先把它 有沒有 修正嘛 你可以看到這個結果 然後 下一個 但你一直按一直按 裡面假設知道太多的話 你其實可以再下一個 比如我希望這邊停下來 你可以讓它中斷 然後再讓它全部跑完 它會全部跑完之後 這邊停下來 那最後呢 因為這個藍寬喔 有可能啦 但不一定會 就是有同學會變寬度不足 所以會變成說呢 它最後變成像各位現在看到的狀況 就是說它會變成全部都是緊字號 那各位應該知道 全部緊字號應該就是藍寬不足 所以藍寬不足當然你要調整 那最簡單的方法喔 就是用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物件 叫Colens Colens 就是藍嘛 哪一藍 刮虎A藍 後面給它一個方法 叫做AutoFit 顧名思義嘛 AutoFit應該知道吧 自動去調藍 其實就是 其實如果 假設你不會寫 你可以用錄製的 那個錄製的話 應該是在常用裡面的這個 格式裡面的藍寬 就這個啦 自動調藍寬 你說我不會自動藍寬調整的話 沒關係你錄吧 錄下來 它就是這個 不過它錄下來可能會寫好幾行 那我最後其實就是抓那個最重要的那一行就對了 就是最重要了 其實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 要調整藍寬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那個Colens 藍物件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自動調整 那我們就自動調整一下 OK 他就自動乖乖的幫我調調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就第一段 我們上一次上課的部分 那第二個重點應該就是畫圖 有沒有 資料下來囉 所以喔 有美元人民幣一直到紐 紐幣 應該是紐西蘭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可以把這個資料下載下來之後 再來 這個山圖上有講 我希望呢 先畫一個折線圖是美元 有沒有 把它畫出來 然後再畫一個人民幣 然後再畫一個全部 全部先把它刪掉 全部 這個還沒寫 所以呢 上禮拜應該是講到這裡 所以今天的重點喔 應該就要來思考 如果我今天喔 假設我畫一個可以 對不對 然後畫兩個 也可以 那再來的話 後面應該怎麼繪製 好像又講到吧 後來有增加兩個變數 這個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啦 當然你如果覺得老師這個方法 你覺得不太習慣 沒有關係 因為 只要能夠達到你最後的結果 其實都沒有問題 那只是個人習慣 還有你要想啊 你那個寫的方式 如果沒有我簡單喔 我建議你乾脆想一個比較簡單的 不然的話你寫太複雜 程式也不見得OK 所以有同學說老師我可以這樣寫 當然你如果程式不要太複雜 你自己看得懂 那沒關係 所以最後好像我們這個折線圖全部喔 其實是先怎麼樣 先把那個折線圖美元這個部分喔 先畫出來 那其實一樣啦 你會發現我們是用錄製的 錄製完之後喔 其實呢 最最最最重要啊 有沒有 其實就留下兩行就可以了 畫一個圖這麼簡單 對 其實主要是畫什麼 這個 他畫完之後 他會跟你講說喔 你的折線圖一樣是 有沒有 是用目前的 這個圖畫 繪製的喔 其實是怎麼樣呢 是 目前工作表 裡面我 用了一個叫sharp的物件 的一個底下他一個方法 叫add a chart to OK 然後呢 當然錄下來的時候喔 他會指定是折線圖 所以我們是用折線圖 那只是說呢 為了要把它放在我指定的位置 所以 座標部分喔 其實後面我是自己補上去 寬跟高也是自己補上去 那這什麼好處 將來你要放哪裡就放哪裡 你要多寬多高 自己可以 隨意的設定 有點像power BI power BI dashboard 其實概念差不多 只是說power BI 他是固定的 那我們可以自己調整 OK 然後底下這一行就是他的 source 有沒有他set data source 那你可以把這兩個觀察一下 他其實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 你會發現喔 最大的不一樣應該是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他的座標 有沒有 M1變成M11 這個都一樣 然後後面寬跟高都 還有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 他的 sauce sauce data 資料來源 他日期好像都A1到A40都固定的 只有後面這個不一樣 所以你要想個辦法 怎麼樣可以把B變成C C再變成D 這樣就OK 所以後來我們寫一個程式 就是啊 這個喔 1變成11 我是用K 有沒有 所以K 預設值 他初始值是1 所以K等於1 然後後面的話 因為每下一個跟他上一個差多少 差10 所以這邊K等於K加1 K加10 有沒有 這樣就搞定了 所以這個K 我很用 以後你如果將來你程式裡面 有遇到類似的規則 有沒有 他可能是X1你就加1 你X2你就加2嘛 初始值給他 後面他如果每次都增加 我覺得這個K真的蠻萬用的 你說老師有沒有別的寫法 有 其實我之前本來不是寫這樣 後來呢 我想了一下 這個方法好像最容易 應該最好理解啦 我就這樣想 那你說你如果有別的規則 沒關係 你可以再加上去 不要還有什麼規則 你可以不用K的話 其實可以用I去變化 有沒有 I 初始是1 那怎麼樣可以讓他下一個變11 那我覺得相對比較麻煩 是不是可不可以 可以 就是I 1加上I I-1乘上10 其實可不可以 可以 只是我後來發現公式寫出來 很多同學都頭快炸開了 所以很簡單 E加上I 減掉E 瓜糊乘上10 其實是可行的 但是應該沒有這個簡單 OK 好啦 反正這個 再來的話就是什麼 這個地方有個B變成C C變成D有沒有 那變成說一直往下 欸 那問題要怎麼樣 可以讓他做變化 後來我想一個方法 我用一個字串 有沒有這個字串的話 就從B到K 因為我的藍剛好B到K 那我要哪一個 我用MID去切割 然後切割的話呢 再配合I 有沒有第一次切E 就是切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剛好就B 第二個字 那因為I等於2的時候 那就切到C 因此再一推 所以這樣應該好理解 這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 OK 你說老師我想到其他方法 好沒關係 如果你有更好的辦法 歡迎 沒關係 但是前提可能要 程式是盡量好理解 你不要寫出來 最後 連你自己看的都很累的話 那只是拿石頭 砸自己的腳比較多 OK 他會別的話 有啦 你可以用那個ASCII code內碼 因為ASCII內碼 其實也可以再去抓內碼 內碼的位置 是不是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好像比起來 直覺性沒有這個高 你說還有什麼差別 執行效率上面的話呢 當然這個會稍微差一點點 因為他是切字串 絕對沒有抓那個ASCII塊 可是會差多少 其實差千萬分之一秒 那已經可以忽略不計啦 OK 所以其實也沒有不 OK 那所以最後的話 這個是全部折線圖 那剛剛為什麼不能亂 因為這個 這個好像我指定的 還沒指定對 應該是指這個 全部折線圖 然後這樣OK 刪掉 全部折線圖 有沒有 畫出來了 每個都畫出來了 所以你可以馬上觀察到 最近好像波動有沒有比較大 這個也是最近的 應該是3月1號到4月10號 所以10號就前天的資料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 上個月呢 美元突然 有一波往上 最近好像又 又往下一點點了 不過我是看網路上有一些 在討論 其實好像最近因為那個 美國很多大銀行 蠻大的銀行倒閉 所以他們之前本來是縮表 就把錢收回去 現在又開始印錢了 而且印好像印很多耶 所以你錢一出來之後的話 那到時候錢不是又貶值了 所以他又稍微往下一點 可是他又不希望通膨 又沒辦法控制 所以他這個拿捏恐怕很困難 有沒有 你如果突然有沒有 你匯率太高 很多銀行來 可能就沒辦法 人民幣等等的 這個其實也可以觀察 好 那這個做完之後的話 然後後面我們再來看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要畫 後面其實還可以變化 再來的變化 可能會更更更複雜了 哪些地方可以變化 就是我上個禮拜講 如果我今天呢 我會現在畫是 就是這個是第一個 這第二個 一種類推 總共好像有 總共有應該是 幾個 十一個 十個 十個圖 那如果我今天我希望畫的方式是這樣 就是 這邊 美元 這邊的民幣 然後再來就下一個 三四 那中間的話呢 就是變成說 現在是 縱向 排 一排 那現在的話是希望 排兩排 有沒有 一二 三四 五六 有沒有 甚至你可以發三排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那個 上一次的這個部分 現在把它 恢復好了 那這個程式碼在雲端上其實都有 然後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畫面呢 我再切還給各位一下 廣播把它 切一下 停止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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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